大家好,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,是一本名为三国演义的古代小说,在中国民间文学中,三国时期的故事并不是只有一部三国演义那么简单,它和漫威宇宙一样,都是平行世界,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演义,只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而已,这意味着什么? 我给你举个例子,你会明白的,你还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关注吗?它是关羽的三字,三国演义里的戏分并不多,但是关注在明朝的时候,名气还是很大的,民间有很多关于关公的故事,故事情节和三国演义完全不同,但是时间线却是完全吻合的,还有很多这样的民间故事,为什么会流行,为什么会消失,跟今天看到的三国演义有什么关系?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,而是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,古代小说研究者们就是用这些问题来拼凑三国演义背后的三国世界,通过对三国故事的研究,我们可以发现,每一个时代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时代精神融入到三国故事中,使得三国故事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,包含着中国古人的世界观,历史观和价值观, 这本书的作者金文京,日本京都大学教授,不仅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,而且对三国历史也很熟悉,想弹射中国史中的三国就是它主笔,多年前,正是因为这本书,我才对三国演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因此,在第一部分,我将向大家介绍这个丰富有趣的世界,以及它的出现原因,下一步, 我想谈谈我读此书时的另一体会,研究古代小说故事的演变与版本的区别,不仅是从故事堆中找出主题,同时也能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共识,这是为什么呢? 第二部分,我会告诉你更多的细节,我们先说说为什么三国的故事和漫威一样,都是平行的,你对漫威宇有什么看法? 首先,钢铁侠和蜘蛛侠是超级英雄,其次,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,甚至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,第三,超级英雄们会聚集在一个主宇宙中,共同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,这就是漫威电影的宇宙。 多个英雄,多个故事线,同时也会有一个主线剧情,三国演义是故事的主线,相当于漫威电影世界,除了主线之外,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,当然了,中国的古人是不知道平行世界的,但是从故事的角度来看,却是非常相似的。 我一开始所说的关锁故事,便是典型的支线故事,关锁这个名字在三国演义里只出现过四次,是在第八十七回,当时诸葛亮正准备出兵北伐,听到关锁突然上门求见,也是一惊,没想到关羽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儿子,不过很快关锁就销声匿迹了。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觉得这段插曲有些莫名其妙,如果不是1967年有人在一座古墓中发现了花关传书,那么关锁的出现恐怕永远是个谜,但是有了花关的传记,在看这个三国演义,你会觉得它像是今天电影里的彩蛋,透露了三国故事的主线,那你可能会很好奇,花关到底讲了什么故事。 说起来,桃源三结义之后,关羽抛弃弃子,跟着刘备闯荡江湖,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民间故事,比如幼年失踪,拜师学艺,千里寻附等等,最后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关羽身边,然后,故事发展到三国演义,蜀卫之战,关锁参战,立下赫赫战功。 最离奇的是,关羽战死荆州,关锁为他报仇,他杀了女门和陆逊,刘备张飞因为思念关羽而病逝,诸葛亮则回山修行,听到这里,你应该明白,为什么我说,花关传是三国演义中的平行世界了,如果你对古代小说比较熟悉的话,就会想起金平梅与水浒传的关系。 武松沙澡只是水浒传里的一个小故事,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是死在武松的手里,但是到了金平梅里,故事就变成了一百回几百万字的故事,最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死法也是大相径庭的。 从这一点来看,金平梅与水浒传里的那个平行世界有什么区别,说到这里,自然就有人问了,这是怎么回事? 看完书后,我有了答案,我觉得是因为角色的关系,这两部小说都是先有人物后有故事,人物就像种子一样,一旦播种,便会生机勃勃,生机勃勃,下面,请大家想象一下,曹操,刘备,孙权,关羽等历史名人,都是来参加选秀的,看谁有机会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。 如果你是导演,你会选谁,这样的人,才有资格成为种子,那我们再看三国的发展过程吧,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有这样一位导演,他从历史中挑选出有潜力的人物,经过加工和改造,让人物的故事更加丰富,人物的形象也更加丰满,性格也更加突出。 这个导演集合了历朝历代讲故事的人,其中有民间故事的收集者,诗人,说书人,戏曲作家,小说作家,相声演员,漫画画家等等,人物的种子,就是在他们的浇灌下,慢慢成长为一个丰饶的故事。 下面,让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过程,众所周知,史书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比较简单,比如《三国志》中的赵云传,不过几百字,但在演艺里却是七进七出,就除少主这样跌宕起伏的故事。 再看看赵云中甘胆相照的英雄形象,其实和小说中的诸葛亮差不多,《三国志》诸葛亮传的内容要比赵云传丰富得多,接近一万字。 但是史书上所说的诸葛亮,跟小说中的诸葛亮比起来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 在真实历史中,刘备死前诸葛亮从未上过战场,赤壁之战中的蛇战群如草船借鉴等等,都与他无关。 当然,真正的诸葛亮肯定是个很厉害的人物,魏晋时期很有名,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诸葛亮的传说,其中有一则传说是关于诸葛亮死的。 众所周知,诸葛亮死于北伐魏国,死后蜀军匿令不发丧,甚至打鼓假供魏国,吓得司马懿仓皇而逃,蜀军才得以安全撤退。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,叫诸葛死,声中打,这种流传于魏晋时期的一文句文,在唐代成为诗人创作诗歌的素材。 唐末有一位诗人写过一系列史诗,其中一首诗叫《五丈元》,写的是诸葛亮的死,他的灵感多半来自于那个传说,在这首诗的注解中,还提到诸葛亮死后飞升,所以司马懿才会被算计。 作者经文经推测,诸葛亮死亡的故事,应该就是从这段注释中衍生出来的。 你看,诸葛走生重大这件事,人文只是民间的一个笑话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件事就越来越离谱了,越来越荒诞,越来越离谱,越来越离奇,甚至跟飞升有关。 再过两三百年,唐宋时期的说书先生们,都会说诸葛亮是个聪明绝顶的神人,鲁迅先生曾说过,诸葛亮在历史上是多么的聪明,多么的接近妖怪,多治这个特性,是从传说中流传出来的。 经过一代代人的讲述,逐渐变得丰富起来,为了突出这一特点,人们甚至把别人靠智谋取胜的故事加到他身上,比如借草船,这是孙权的计策,人物就是故事的种子。 这不仅体现在古代小说中,也体现在三国水浒中,就连漫威宇宙中那些看似虚构的人物,也都是以人物为原型的,比如美国队长,他的原型是一名二战时期的美国士兵,名叫奥迪莫菲,他就像是电影中的美国队长一样,身材瘦小,经常被人嘲笑。 在这个传说中,莫菲拥有无与伦比的意志,这也是美国队长系列动画电影的精髓所在。 你看,传说一开始可能只是一道微弱的光芒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会慢慢消失。 但是,如果有人发现了它,告诉了它,那就等于是给了它一道光,让它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 一代又一代讲故事的人,不断地给这个人物灌输故事,不断地放大他的性格,比如莫菲的强大,比如诸葛的睿智,比如关羽的忠诚,三国的人物故事,就这样通过说书,戏剧,小说等不同的方式,不断地发展,形成了一个由多个英雄,多个故事线组成的庞大而丰富的故事世界。 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,那三国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,就像漫威漫画一样,总要有人去做整合,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舞台,才能形成规模效应。 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,三国故事发展的第二阶段,是把众多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英雄故事穿插成一部完整的小说,正如漫威公司将之前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改编成系列电影一样,才能成为影响全球的文化现象。 三国演义这种古代小说,跟现在的小说有一点不同,一般人印象中的小说,或者说现代小说,都是有明确的作者,整个小说都是作者自己构思出来的,表达作者自己的想法。 但是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没有明确的作者,而是逐渐地被整合起来。 三国演义在成为小说之前,是说书先生的讲稿,专业术语教化本,宋元时期大概就有定稿了。 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国演义也是分阶段完成的,其中有两个人比较重要,一位是三国演义中的作者,一位是明代的罗冠中,一位是清朝的毛宗港。 实际上,他们两个都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,崇其量只能算是三国演义的作者。 从宋元化本到清代定本小说,中间隔了近千年的时间,讲三国故事的人不计写数,听过三国故事的人更是不计写数。 所以,这本小说所要表达的,并不是某个人的观点,而是数千年来,无数的故事和故事的人的共同看法。 这是中国古人对世界、历史、人生的基本认识,所以经文经写此书的目的,就是想借三国演义来探讨中国古人的思想。 那么,三国演义中有哪些古人的思想呢? 我们先从书名第一个数字开始讲起,三国演义,桃园三英为开篇,张角三兄弟掀起了黄金之乱,三部茅庐三英占旅部,诸葛亮给了赵云三个锦囊,三器周瑜等等。 这意味着什么?其实,这也是中国古人对世界最朴素的看法。 在古人看来,数字三是非常特殊的,它反映了古人对世界运行规律的基本认识,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,三为三,三为多,三为无穷。 在学校里,我们都学过无日三省无身,那不是三次自省,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自省。 你看小说里的三反复出现,并不是巧合,而是受到了三生万物的影响,你可能会觉得这太简单了,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三国演义。 三国演义一开始就说,天下大事,分九必合,合九必分,整个小说的结构,都是从分说到合,分九必合,合九必分。 这本小说,就是为了突出这一点,比如历史上,董卓之战,诸侯们虽然推举袁绍为盟主,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军队,而是各自为政。 小说中,十八路诸侯围攻董卓,为的就是从合到分的故事中,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,一旦分到了,那么问题就来了,谁有这个资格? 这又牵涉到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,正统论,即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。 你想啊,三国故事很适合讨论这个问题吗?因为位属不分,所以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正统,曹卫是退位,蜀汉是血统,各有各的道理。 中国古代也常常以三国为例,讨论正统问题。 当然,三国演义的立场并不客观,他是绝对支持蜀汉的,原因很多,我们就不多说了,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,这个立场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观念,及我们最后要讲的价值观,这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。 我们先看一下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所说的话,北宋时期,城里的孩子没时间管,父母就给钱,让孩子听书。 三国故事在当时特别流行,孩子们也喜欢听,听刘备讲故事时会流泪,听曹操讲故事时会拍手称快。 苏东坡评论道,孩子们的反应,让他看到儒家推崇君子,脸低小人的道德观念一直流传至今。 作者经文经解释说,苏东坡所讲的故事说明,支持与不支持蜀汉,已不仅仅是政治讨论,而是到了判断,小孩子之所以支持刘备,并不是因为刘备是个正人君子,是个好人,政治和道德的问题,就这样奇妙的结合在了一起。 桃园三结义这件事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,大家都知道,桃园三结义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,按照古代统治阶层的标准, 桃园三结义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存在的,因为所谓的兄弟情义,就是要摆脱血缘关系,这是古代统治者最害怕的事情。 但是,几乎所有的三国小说中,都有这样的情节,哪怕是清代版本中,最能代表统治阶层的版本。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情节删掉呢?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他太深入人心了,表面上看,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妥协。 但是,作者金文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有趣的角度,去理解这种妥协。 你想想看,这一妥协,会不会让整部小说的风向发生微妙的变化?首先,有了结义兄弟的关系,关羽、张飞等人,就有了更好的理由,帮助刘备复兴汉朝。 这还不算晚,刘备最后的结局是为关羽报仇,去攻打东吴,死于白地城,这是一个很不理智的选择,当时诸葛亮是反对的。 如果不是因为桃园三兄弟的关系,刘备的所作所为只能解释为故事,但是在桃园三兄弟面前,刘备的所作所为,完全是为了兄弟,舍己为人。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常见的桥段吗?你看,表面上,君臣兄弟,一个讲等级,一个讲平等,这是两个意思,听起来很矛盾,但是这种矛盾一旦进入故事,就变成了一种张力,让剧情、人物、主题都有了更多的理解空间。 仔细想想,其实这个过程也挺神奇的,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,能够化解这种矛盾呢? 答案是整合,即将民间三国故事整合成小说,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结合体,首先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,然后才能进行合理的编造,所谓七分真,三分假,三分真,三分假,作者将小说和历史进行了对比,总结出了十一种虚构的模式,比如改变时间顺序,比如一花接木等等。 在这里,我们就不多说了,我想你可以把这十一个虚构的模式统统想象成一种东西,那就是胶水。 它的主要目的,就是要把历史事件粘在一起。 你想想看,历史是没有剧本的,每一件事之间,未必都有联系,就算有,也不会那么明显。 可是小说里的情节关系,一定要清楚,这样读者才能读得下去,所以,讲故事的人,必须要有联系,三国演义的前半部,就是十八路诸侯响应曹操的号召,结盟讨伐董卓,当时长沙太守孙坚一马当先,大获全胜。 但袁绕的弟弟袁树妒忌袁树的才干,不给粮草,导致军心涣散,又遭到伏击,孙坚再次大败。 这个故事你应该听说过,袁绕的军队最后战败,跟他脱不开关系,可是史书上却并非如此。 真实情况是孙坚战败,袁树没有给他粮草,顺序一换,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,孙坚的落败,与袁树无关,所以袁树妒忌孙坚,也没有任何关系。 那样的话,岂不是害了袁树,这还叫合理吗?这是我读此书时的重要经验,合理的要求不在于情节,要符合当时的历史,要超越时间和阶层,要符合常理,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古人的朴素的世界观。 历史观和价值观,古代小说研究者们,往往会挖掘材料,对比故事,研究人性,人心是一把能包容例外,化解矛盾,流出思考空间,讨论空间的软齿。 现在你应该明白,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,这本书可以让你更深刻的理解共识,我们都听说过,共识是人心的最大公约数,但了解三国故事的演变过程,你会发现共识是有在体的。 在今天美国,它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,16世纪英国是莎士比亚,明星中国则是三国演义,因为三国演义凝聚了中国古人对世界、历史、人生最朴素的理解。 好了,这本三国演义就介绍到这里了,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本书,是因为它让我挑出了表面,看到了历史的深度。 首先,留下的东西一定不能代表整个历史,研究者们把字里埋在这纸堆里,帮助我们还原出更完整的真相。 真相往往很复杂,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,就拿三国演义和漫威来说,基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。 其次,留下的并非是历史真相,而是观念的选择,这样形成的共识,就不是单纯的价值观了,而是一代代人的价值观和立场碰撞, 最终达成了共识,所以,最广泛的共识总是有矛盾的。